這個方法真的很有效 油豆機的各位 或者是你家裡有覺得比較厚上的乳霜 你都可以試試看這一招 哈囉大家好 我是Sod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到底要怎麼樣擦乳霜 你的乳霜呢才能夠不會再讓你悶痘 然後你又不會覺得說它非常的油膩 其實只要透過一些手法 你就可以降低乳霜的滯痘率 以及黏膩度 那像我以前就用過這一款蘭蔻的頂級乳霜 我就覺得說它的質地對我來說 會浮一層油在臉上 然後以及我以前也用過這一款 Laureal的面霜 我如果沒有搭配接下來的手法 那我就會覺得說 它的質地會讓我覺得太厚重 好 那我現在就是洗完臉 也已經擦上化妝水的狀態 還沒有擦精華液跟乳霜 那我因為是油豆機的關係 很常會直接省略掉精華液 就直接進入乳霜的步驟 那就直接點在臉上 取適量喔不要太多 因為油豆機就是千萬不能用太多的霜 然後再沾一點點在手指上 手法呢是先把手上的這一點點 我們把它勻開 勻在手指上 再來我們拿手上 輕輕的推勻 由內往外喔 斜上的方式 額頭的部分一樣 我們把它先勻開之後 輕輕的勻開喔 不能用力拉扯肌膚 那眉毛下面的皮膚 記得也要做保養 因為人老了眉毛會下垂 所以眉毛下面的皮膚 記得要照顧到唷 那因為全臉擦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再來我還會再擦一點點 這樣像是法令紋 還有比較乾燥的地方 做局部的第二次的加強 顏尾的部分 好這樣 雙類的保養就完成了 臉真的就不會悶 好那看我剛剛的示範手法 你們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這麼簡單的手法 真的可以讓一瓶乳酸從一本 綿膩後頭之地變成清爽嗎 真的會 為什麼 因為首先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偏油痘肌的皮膚呢 那你的皮膚一定是出油量很夠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需要太大量的乳霜 再去做滋潤 你只需要薄薄的一層就OK了 所以今天就是 油量要少要省 那今天透過這個手法呢 就可以 減少你乳霜的用量 並且能夠讓你的臉不會那麼的油 比較不會長東西 這個方法真的很有效 油痘肌的各位 或者是你家裡有覺得比較厚上的乳霜 你都可以試試看這一招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去看我之前精彩的影片們 等一下騙我的會放上 喜歡記得訂閱 有問題都可以問我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